提起澳门的风云人物,何鸿燊必须绑上有名,澳门赌王这四个字实在是太熟悉了,因为他们的一大家子像是绑在热搜上一样,让人每天都有新的发现。 可是在和弦面前,赌王何鸿燊只能绕道走,这个别拥有五千亿资产的澳门赌王还牛逼的人,究竟有什么来头呢? 和和鸿燊一样,和弦也有一个外号,人送澳门王,澳门王和澳门赌王之间就差了一个字,但是意思却完全不同,今天就让我们走进澳门王和弦的一生。 和弦是广东翻语人,有时候你不得不服,广东人是天生就会做生意,本身和弦家里就从商,父亲和承熙更是待人和蔼,热心社会福利。 父亲的这些品德对和弦影响很深,这对于之后他做出的事情,达下了一定的基础。 家里经商,再加上他从小也耳濡目染,以至于长大之后表现出来的商业天赋,圣其父亲都不得不佩服。 和弦13岁的时候,家里的生意达到平静,小小年纪的和弦主动向父亲提出外出学生意的要求。 何承熙对于儿子的执拗也无可奈何,于是把和弦送去粮油店做学徒。 因为又聪明,眼里又有活儿,仅仅两年时间,和弦就成了老板跟前的得力助手。 而和弦这个名字,也在当地出了名。 在他16岁的时候,就被当地最大的粮油店挖走,成为了最大粮油店的掌柜的。 这期间更是帮助家族解决了不少的难题。 随着时代的变化,加上眼界的大开,小小的粮油店,再也成不下和弦。 向父亲申请了启动资金之后,和弦就开始大展拳脚。 当咱21岁还在为中午吃啥纠结的时候,和弦在21岁就已经在广州搬起了银号。 当时的银号就和银行一样,每天和钞票打交道,银号也在和弦的带领之下,越来越红火。 不过天有不测风云,因为战争问题,和弦一家无奈辗转到澳门避难。 当时,前往澳门的人不少,除了和弦之外还有何鸿燊。 虽说是到澳门避难,但是君子到哪里都会发光。 当时的澳门虽然只有15平方公里, 不过因为诸多的因素,它是当时唯一没有被战火补及的地方。 广州香港移民澳门的人也急速上涨,这也变相地加快了澳门的发展,尤其是博彩业。 和弦虽然不好赌,但喜欢这种氛围,大起大落的金融行情更加刺激了它。 很快的,他就在澳门金融界混出了名头,还进了傅老荣和马万奇河谷经营的大风银号工作。 凭借多年以来的经验,和他与生俱来的商业头脑,和弦在大风银号很快就混到了经理的位置, 它的股份占比也在每年递增。 1971年,当大风银号注册为大风银行时,便主要由和弦控股了,和弦也成为了澳门金融界举足轻重的龙头老大。 当然,只是经济上成为龙头,还没有什么资格被冠上澳门网的称号,和弦不光是一个商业奇才,更是一个天生的大哥。 之前我也说了,和弦的父亲带人就十分的热情,并且也热衷于座慈善,和弦耳濡目染,也形成了乐于助人的性格,但他受人爱戴还是因为他为国家做出的贡献。 1943年,日本封锁澳门,但和弦亲自出马与日军谈判,澳门本身就是一个小地方,如果被封锁了,最后的结果是无法想象的。 谈判完成后,日军解除了对澳门的封锁,才让数以万计的人民得到了解脱。 之后,澳门哪里有灾难,哪里就能看到和弦,他永远走在救灾抗灾的前线,修学校捐图书馆,为了下一代的成长,和弦也投入了不少的金钱。 1961年的时候,和弦看到博彩业已经被腐烂,于是下定决心整顿博彩业。 何鸿燊当然也看中了这个商机,于是想要加入分一杯羹,不过当时的何鸿燊还入不了和弦的眼。 何鸿燊当年在逃到澳门之后,也开始经商多番的打拼,不过他的成就远远比不上和弦。 走投无路的何鸿燊只能找到霍英东,当时霍英东已经在澳门混得风生水起,如果霍英东肯帮助他,那么他绝对有机会搏一搏。 于是,何鸿燊承诺以后盈利的话,就会把钱拿出来一部分来发展澳门,为澳门的经济献出自己的力量。 有了何鸿燊这话,霍英东才决定和他合作,也就是霍英东的加入,和弦才点头同意何鸿燊可以参与竞标。 最后,霍英东和何鸿燊成功拔得头筹,何鸿燊也开始了成为赌王的第一步。 在之后的几十年间,何鸿燊一步一步地拿下了澳门大部分的赌场,在获利之后,他也信守承诺,大力地支持澳门的经济发展。 澳门回归的时候,更是献上澳门塔,作为送给祖国的礼物。 1983年,何鸿不幸患上了肺癌,虽然积极地配合治疗,但何鸿已经年事已高。 最终还是没有逃脱肺癌的魔掌,享年75岁,何鸿这一生极其的辉煌,虽说事业上顺风顺水,但也是一步一个脚印自己打拼出来的。 除了事业成功外,感情上也十分的美满,那个时候男人还可以三妻四妾,检验一个男人是不是成功,就看他有没有纳过姨太太。 赌王和鸿燊就有四个老婆,十七个子女,有时候老婆多了也不是啥好事,到最后这么多人来争夺遗产。 何鸿先后拥有了五位夫人,这五位夫人分别为他担下了六个儿子和七个女儿。 他的这些儿女,倒没有因为遗产闹得人尽皆知,反而是个个都成为了社会的栋梁,尤其是第五个儿子,何后华,更是成为了澳门回归后的第一个特首。 何后华也遗传了家族优秀的基因,为澳门人民不辞辛苦地服务了真正十年,也正是何家的格局和做出的贡献,让他成为了澳门富豪家族的标杆。 澳门王三个字,何显实至名归。